以絕食爭取重啟政改對話的首批香港學民思潮成員 星期五和星期六因為身體狀況被迫先後停止絕食 而後來加入絕食的兩名成員則仍然堅持 上星期一晚10點宣布絕食大學一年級生的勞延衛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 以及17歲中六學生黃子月因為身體過度虛弱 在醫生強烈要求下先後退出 其中堅持了95個小時的勞延衛 血糖太低以及出現發燒 堅持了108個小時的黃之鋒是出現頭暈 乏力以及血糖偏低 而絕食118個小時的黃子月即體重跌至不足37公斤 因為脫水及電解質不足是需要入院治療 黃之鋒12月6號中午低調返回企休息後 晚上返回金鐘站佔領區 要求特首梁振英和學生對話 並到醫院探望晚上入院的黃子月 黃之鋒表示停止絕食不代表政府能夠漠視訴求 質問政府就從看政改對話的訴求 如何違反基本法以及人大的決定 現在我們學生不是要求政府接納訴求 只是希望政府接見學生 這只不過是我們最卑微的要求 見面討論一下何嘗不可 解決社會分歧 放下社會撕裂 對話溝通是一個最有效的做法 我們希望讓公眾明白到 其實現在學生是非常願意對話 讓我們來講解決社會 改革點的原因 革命的事 我們會有任何記憶 在這邊的事